一整排的书法作品摆满了整个走道 这里不是哪一间艺文藏所 而是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的护证事务所 为了活化以及有效的运用空间 淡水护证事务所 今天结合了淡水松联大学 有将近25位的成员 全部都是年过半百的影法族 展出他们所学的书法作品 并且在现场举办开展茶会 让这座漫步艺林道画廊 充满了许多乐活气息 我们在进驻这个新厅社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每一个空间 都能够充分的利用到 那我们在发现这条长廊上 其实如果以平常来讲 它只是一个很简易 我们办公室通往档案式的一条走廊 那我们就想说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可以利用一些 我们淡水的在地特色 还有我们一些人文气息 能够来让这个走廊能够更充实它 更丰富它的那个内涵 淡水护正事务所表示 其实能够邀请到松年大学的长辈 将他们的作品散出 不只是希望让来恰功的民众 可以到艺术走廊散步 也能够欣赏到影法族们的书法之美 而松年大学表示淡水区书法社 从五年前创立到现在 是淡水一群喜爱书法的长辈所组成的 而今天展出的作品当中 还有一位高龄八十六岁的徐伯伯 一口气展出五幅作品 展现出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这个拿出来大家看看啊 给大家欣赏欣赏啊 对不对 请多多指教 那个也是 所以这个都是高龄屋里面的一种学习的过程 那参展的今天的那个整共有大概20位的学员 那有六十一幅的那个作品 对所以我想今天有这个机会是我们第一次 走向社会 然后让大家看看新北市政府承办的松年大学 它里面到底学了些什么东西 这一次的展览从今天开始到12月15号为止 为期隔半月 参展有20多位的学员 现场共有六十一幅作品 湖镇事务所也欢迎淡水居民到湖镇洽工时 不妨放慢脚步细细品味 学员们借由笔墨抒发的经典诗文作品 除了能够为淡水护震增添一分一文诗情 更能够呈现淡水的在地人文特色 展现出引法族蕴含在文字中传承千年的文化涵养 记得许端一带水采访报道